猫打嗝是什么原因引起 赵一强 职业寿医师 猫打嗝最常见的原因是因为胃肠道内有太多的气体 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猫进食过快 过急 过多 或者吃了产气性的食物导致的 通过调整四味的方式 饮食量 饮食配方 可以有效地改善打嗝的现象 另外还有就是病理性的导致产气过多引起了打嗝 比如感染了产气 加毛锁菌 导致了胃肠道的激气 引起了打嗝的症状 这个时候除了打嗝 同时会有其他的临床症状 比如说拉膝 腐泻 精神食欲下降 这个时候是需要注射抗生素进行药物治疗的 另外还有神经异常反射导致的肋骨下方的 横隔膜出现不规定的静蓝 早晨的打嗝 这种不用太过于担心 一般一天左右会恢复正常 如果长期打嗝不恢复 就要考虑是不是有一些脑部肿瘤 或者神经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这个时候需要带到专业的宠物医院 通过做核磁共证检查确诊